人的交通不是梦 陆平仁安最重要 立委尤玉兰与新北市议员林金杰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李明贤 徐巧新 以及桃园市议员牛许婷 台中市议员黄建豪 大声疾呼还给行人陆平仁安的行走空间 尤玉兰表示 根据台电统计 全国目前约有近60万个变电箱 300多万只电杆 其中有不少占用在人行道上 让民众行走其中 不是上演障碍赛 就是被迫走在路上与车针道 台电的统计是 全国目前大概有60万个变电箱 跟300多万只电线杆林立 有很多是占用在人行道上面 让民众每天好像是在上演超越障碍 或者是被迫走上马路 甚至于还造成死伤 你说没钱的话 可是我又看到了在前瞻预算之中 政府编列了244亿作为道路品质的改善 日前更编列了7年420亿的永续提升人车安全计划 总计664亿 钱要怎么花 新北市议员林金杰在现场秀出照片 表示家门口20公尺就有三只电线杆 相当夸张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则认为 台电对迁移电感不够积极 没有人相信我家门口有三只电线杆 20公尺有三只啊 来我跟各位看一下 我们家门口你看20公尺 123 有三只耶 我说为什么我家门口 承天路28号有三只电线杆 当了议员我也没有办法解决 当了立法委员的卢家整也没有办法解决 十几年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普遍存在的人 跟车要争到 因为你看红线以内有电线杆没有办法走 那人就在走在红线的外面嘛 那是不是要跟车子 人跟车要争到 一年因为人车争到 以至于变成行人地狱 每年都死了这么多人 我觉得中央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一根电线杆 要花两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发现那个问题之后 台电一会堪二会堪 我发现台电在移电线杆这件事情上面 基本上都不太积极 都不太积极 第二个我们还要帮他找地 帮台电找地 找到地之后呢 找到一个 我们在施东路那边找到一个 有关法院的地 法院的地 法院说好 那我要跟台电收租金 那台电当然说 我没有钱要给你租金 所以就一拖再拖 公文跑来跑去 最后呢 我们在另外一边找了一个室友 公园处的地 愿意呢 协调呢 给他一块来把这个电杆移走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和徐巧欣 也秀出照片指出 电杆变电箱占用问题严重 让人行道化设形同虚设 我举例一下 昨天我在台北市议会总质询的时候 南港路二段 短短250公尺 有多少个电杆 电杆 真的比你还多 加通杆10个 灯杆13个 电杆15个 电箱2个 中华电信的电箱有2个 消防栓有2个 还有花台10个 加一加刚好55个 其中250公尺而已哦 所以这要怎么走路啊 是这样 然后我们过去会看的时候 我们所有共同的经验 都是这样子 很明显的 其实电线杆呢 跟相关的设施 已经占满了整个人行道 所以这个人行道化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存在 因为人行道化了之后呢 人是没有办法走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也是在 所谓的人行砖上面 那人行砖上面哦 跟大家讲哦 这个地方呢 非常有趣 就是一个 如果你下雨打伞 然后你会过不去 因为它已经被这个 电线杆呢 所挡住了 所以你只要 把你的雨伞打开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 从那里经过 那由于呢 这些变电箱的迁移 都有赖于中央 所以希望说 我们在谈人本交通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 把在人行道上面的 这些电线杆 变电箱可以移除 那这样子的话 才有可能不要 在明明有人行道的情况之下 却要逼迫人车争道 那导致伤亡 导致危险 桃源市议员 牛许婷 与台中市议员 黄建豪 则是呼吁中央 与地方 应争取资源 加速电感地下化 同时电箱设置 也应有配套措施 因为我们在地方 长期推动电感地下化 电箱的设置 如果一定要在平面的话 常常会有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其实政府想推 电感地下化 其实大家都同意 但是电箱要放哪一家的前面 大家吵架 然后吵架之后 整个案子就卡住 那甚至有些时候 地方政府就用这个为理由 其实就拖缓了整个电感地下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进度 那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有一个配套措施 比如说我们如果电箱放在 比如我们这一排 对不对 我们要放在明显议员家前面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房屋税的减免 就是说你可以提供一些回馈跟诱因 让整个电感地下化的这个速度可以加速 我觉得不管是从中央或地方 我觉得都应该设计政策配套 让它可以做得更顺利 为什么会有电线感 也有电箱的存在 那刚刚我们台电回应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地方大家也同意的 其实我们要讲的是 很多时候是被迫 它只能同意 因为有人要住进来 有人要使用电 它一定需要用电的时候 它就只能随便选一个点 来设置所谓的电箱 那这些电箱一设下去之后 就会变成后续要再把它移走 就会耗费非常多的行政成本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拜托 我们所有中央单位 在面对用电的需求 是民生需求的时候 一定要让电箱 让这个电的这个地方 有合法的地方可以放置 而不是用来阻碍人行道 对此交通部陆正司表示 在经费上会全力协助地方政府盘点 并改善人行道措施 而台电则表示 设置电线杆与变电箱 是为了提供民众生活必须用电 若变电箱妨碍到行人 有适当地点 台电都会全力配合迁移 所有我们看到这些电干电箱 都是民众申请用电的时候 才去设置的 台电不会无端去设置这些 这些电干跟电箱 那每一个电箱跟电杆的位置 它也一定是透过 我们申请之后 那要去会刊 刚才有提到过 所以不管是我员办公室 或是我们的议员办公室 其实都常常在做这件事 就是帮忙台电跟用户 所以我们民众 他申请电干之后 他申请用电之后 要把这个电干 或是变电箱放在哪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值 大陆主管机关现在也一直在处理 包括公共总局 也很积极在处理这一块 也在盘电 那台电事实际上也都在配合 我们这个大陆主管机关 在做这件事情 只要是妨害到人形 人形有妨害到的 或者说甚至于跟法规部合 我们一定会改 跟法规部合一定会改 那防止人形的部分 现在只要大家有迁移的地方 不要适当的地点 我想台电目前都是全力配合 另一位邮玉兰表示 政府664亿元 可投入人形道改善工程的预算中 需要一定的比例以上 用于电感变电箱迁移 或地下化的工程 并与地方政府积极合作 保障人形道的使用安全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噢 好